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 婚姻是不能着急的 就是 就它该来的时候自然是来的 你要是想求一个好的婚姻 除非是 应该是你经历要有一个大的远行才行 如果你还有邪念 那样的话 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 凡事呢是不能着急的 要慢慢来的 比如是这个时代 就很多男女 婚姻上呢 都比较晚 那是为什么 或者是 它都在发愁这样的事情 其实你明白的时候 你就一笑了之了 他该来的时候自然来 那如果我们在 生活当中 还被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他就突然间这个话题就跳出来 让我们苦恼了一阵 那如果我们可能就是调整好了 放下了 过一段时间 他又蹦出来了这件事情 反反反复复复 那你怎么办 那你为什么会 反反复复的忘记 反反复复的 忘记了他该来自然来呢 反反复复的失去了智慧 失去了清净心 婚姻就是不能着急的 嗯 要明白 你能够善待自己 是好的 善待别人也是好的 善待自己损害别人 这个不好 这个不善 然后呢 如果你能够明白善待自己 那你也一定会善待别人 还有一点 就是快乐 这是个世界上非常宝贵的东西 你真正明白人们过得有多苦的时候 你怎么会不让他快乐呢 你怎么舍得给他添堵 怎么舍得 对吧 心疼都来不及 所以说 婚姻这种事情是不着急的 嗯 我们说修身齐家 修身前面还有呢 是什么呢 是诚意 正先 格物 智之 修身 然后齐家 你看着这个 你就知道前面四步都没有 完成得很好的时候 你齐的什么家呢 你的家怎么齐 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你说 你这个家 你说你现在有烦恼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所以呢 诚意是一切的根本 一分成精 得一分收获 婚姻的事情呢 就不能着急 加油 加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